是點這邊一下 B2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不要這樣 我們按F3 直接給什麼郵遞區號 也就是郵遞區號這個範圍名稱他會找到相對應的位置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然後AND串接 串接什麼再一個F3 接下來就是程式 然後再一個AND 再一個F3 F3我們找到就接到 再AND什麼呢 串接那串接的話這個地方就會 會需要一個公式判斷對不對 所以判斷的話呢我們這地方呢可以用那個什麼if isblank 所以這邊我前面講過嘛我們第一個就是if 然後呢這個地方第二次函數的話就是isblank isblank那你的值是什麼呢你的value就是指的是這個裡面東西這裡面東西什麼F3 斷 按確定 就是判斷說 這個裡面東西是不是blank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再按一個確定 那回到if因為if還沒完成公式還沒完成所以再按 油標放在if上面呢再插入函數 那這個地方就判斷 isblank的斷 然後如果是裡面是空的話怎麼樣呢 那就不要任何東西 就是給什麼給空置串 反之的話呢就是什麼 擠 斷 對那擠斷怎麼表示呢 一樣按F3 擠的話就是 就是裡面東西嘛 裡面東西什麼就是斷 AND擠斷 後面一定要加一個什麼斷那就自己再打一個 這個字就是斷 那這樣的話呢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裡面就會判斷不過呢 各位會發現說 奇怪 老師那裡面是應該是空的啊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裡面他還是判斷說有 資料 那有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 這個 因為這個裡面看起來是空的 可是實際上是不是空的 不一定 為什麼因為有的時候有一些 可能是 有一些可能是這個這個格式或者是裡面有些空白 像有的人很習慣怎麼樣 即便裡面沒東西就給他打一個什麼空白 那一個空白他還是會判斷有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要清楚的話 一般就是怎麼樣你可以把所有排序一下 把空白的先集中起來 然後呢利用什麼清除裡面的 全部清除 全部清除裡面有沒有發現 你把裡面的東西真的全部清除的話 那個斷呢就自動不見了 那各位可以怎麼樣呢 先把